全台第137个静思书轩在随伟国校正式启用 静思书轩营运长蔡清儿表示 静思书轩希望在校园营造一个让学生能够亲近书籍的空间 因此也在全台不断地设立 尤其南投县目前也有34家学校成立 让孩子们能够透过静思书轩从书本上学习到有用的知识 很开心今天这个随伟国小是我们的全台湾第237间的静思阅读书轩 进入校园所以有237个学校了 那是南投的第34间 我们觉得教育很重要 那其实自由阅读也很重要 所以我们提供这样的空间 其实那空间把它营造成很舒服 然后让孩子可以想要亲近它 那书籍的部分我们真的是很用心挑选 除了静思书轩本身的一些书 我们还有请各个很好的出版社 推荐给我们一些励志的书 那励志的书推荐来 我们全部都重新看一次 再从里头去挑 尤其比如说孩子很喜欢绘本 我们就挑了很多很多绘本 然后一本一本读 那我觉得阅读可以给大家一个 很多那个发挥他们的创意 让他们的心灵更加的健康宽阔 所以我们觉得很需要在很多的校园 亲近学生 让他们很自然而然可以感受到这些书 他所想要带给他们的很多的创意发想 所以我们就一间一间学校的成立 因为就很多的学校找我们 所以很开心 能够在南投也特别多 34间的学校了 水尾国小校长张志伟表示 4月1号是水尾国小建校满86年的日子 感谢此季赠送给学校这么好的礼物 让孩子们在上课之余 有一个好的阅读空间 今天是我们水尾国小的大日子 我们满心期待的迎接 今天的启用典礼 那么尽私书宣 水尾的尽私书宣 今年4月1号 是我们86周年的生日 此季在这里 送给我们一个最大的礼物 尽私书宣 让我们的孩子能够有一个空间 在平常上课之余 也能够有一个阅读人文 阅读的一个角落 小朋友都非常开心 然后迫不及待的想要进来 这里面看一些书 那所有国小得天图后的 有这个我们的森林 还有我们的树木 那在户外教室的部分 我们也做一个延伸 把我们词记的书 把我们的绘本 把我们的人文 尽私的书也搬到外面 那这个尽私书宣 将来我们会让孩子多多来使用 平常下课 以及要放学来等待家长 或者是我们的家长 能够来学校 跟我们谈话的时候 都可以使用这个尽私书宣 学校方面感谢慈济 在南投县成立了34座尽私书宣 挤注偏乡教育资源的用心 也希望孩子们都能够多加利用 得之不义的阅读空间 增进自我成长 记者陈寅志 普立正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